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说,所有日观之下的事,都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发生的 想必各位弟兄姐妹对罗马书8章28节的应许都相当熟悉吧 这处经文说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我们当注意的是,这句宝贵的应许不是给所有人的 而是给那些按神旨意被招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自己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的是被神所招的人呢? 首先,圣经有好几处经文明确地指出 我们是蒙神所招的 例如,约翰福音15章16节 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残存 耶利米书一章五节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以及以福所书一章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此外,我们也应当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耶稣是救主 若你真的相信,那么你就已经得蒙圣灵的感动了 因为格林多前书12章3节就说到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 而既然圣灵已经感动了你 只你能够称耶稣是主 那么圣灵也必定内住在你里面 使你渴慕圣洁生活 且结出圣灵的脖子 格罗西书3章12节就说到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血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以上我所提到的都是帮助我们能够确认自己是否真是蒙神选招的一些证据 倘若你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欢 反而相信问题是对你有意无害的 那你就要更进一步的确认神是多么的爱你啊 无可否认 基督道成入身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神爱我们的最佳凭据 也是神赐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然而神不仅在救恩和永生的事情上 眷顾我们 神也在我们每日生活上 毫无保留地保护、保守以及眷顾着我们 此外 我们也当知道神不单是我们的造物主 祂也同时是我们的天父 因此神也关心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 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的头发 神都数算过了 此外 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也说到 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前 我们的天父早已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了 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继续说到 地上的父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上的父呢 他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并且 神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他的儿女了 由此可见 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 也从未离开过我们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而那就是神知道我们的名字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节就说到 亚哥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 你是属我的 正如主耶稣选招他的门徒时 他是一一的叫出他们的名字来跟从他的 同样的 神是提我们的名来召我们的 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意味着 神在召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将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了 而我相信 神不仅认识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的性格 缺点 软弱 样貌等等 都是神所知道的 既然神对我们的一切条件和情况都了如指掌 这就足以让我们相信 在神里面是绝对没有偶然发生 或他无法掌控的事 因此我们所遭受所经历的一切 肯定都有神的恩守在其中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再次遇到一些叫你难以处理 或难以面对的情况或危机时 你当记住三件事 第一 神是提你的名召你的 第二 在神没有偶然 也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第三 真是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愿神大大的兼顾保守着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